在职场是不是只有不做事才不会犯错 公司现在要发展 准备在你们部门选一个组长 基层的管理也很重要 好好把握一下 好的 渊总 这次选组长肯定是你 现在还不一定呢 我们都想是你 你来得最早 而且平时帮我们好多 到时候再说吧 先好好工作 S公司的方案你不谁见 S公司的顾客很难缠 上次都折磨了我好久 我也不接 我来吧 小刘 我知道太忙了 可以帮我去取一下资料吗 你自己去吧 我正好要过去 我等会儿帮你带过来 谢谢珊珊姐 小刘 怎么感觉你每天都不忙啊 少干点活不就行了 你看那个珊珊 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累 她那时在帮我们 随便吧 对了 以后有什么事别找我 我不会干的 喂 王总 怎么详细给我打电话了 跟你个大笑 但是对接人呢 我们要珊珊 上次合作得很愉快 嗯 您放心 您把资料发给我过后 我第一时间就发给珊珊 让她好好准备一下 哇 珊珊 你今天穿得好优雅呀 这个挂脖衬衫不就是 现在很流行的那种 不费力的美吗 肯定是为了今天宣布 组长准备的吧 新的组长就是小刘 大家欢迎 不应该是珊珊姐吗 没事 这个怎么评定的 珊珊前几个项目出了点问题 小刘从来到现在 一点问题也没出过 可是她做的事情最少 我说了算 珊珊 因为你 这些同事都成什么样子了 那我走行了吧 谢谢大家的好意 你走了就永远别想回来 再会 资料我已经打出来了 王总 我马上去交给珊珊 来 把这个项目资料交给珊珊 靠谷那边点名要她做 愣着干嘛 珊珊她走了 等我帮我使来 你就这么管你屋子 这么好一个人才就逼你逼走了 但是 确实她前几个项目都出了你 看珊珊也做多少项目 你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我什么都不做就好了 不是 喂 资料都给你晒晒了吗 比较我们看个回头多一样 您放心 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 你立刻马上把珊珊给我找到 她要是回本来 你也没回来了 好 马上 你不是说 我走了永远不要回来吗 这 现在又骗我说要交接 把我喊回来干嘛 我自己也有原因 是我让她请你回来的 渊总 回来吧 我会重新调整一下人事人命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 好 我很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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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